欢迎来到小五故事会,今天小五带来陈前令同仁作品。 取名望线,第二十九集。 得意望行的某人,似乎是忘了,自己的睡眠服,并不能完全控制住蓝战,蓝战虽不能动,可他能看,能听。 女娲娘娘在造蓝战的时候,是不是给他安错灵剑了? 长这么秀气的一张脸,怎么就能给他配这么大一个家伙? 魏无羡看着那根与蓝战俊美的面容完全不符的家伙,嘴里不停碎碎念的同时,在心里开始抱怨老天的不公。 不仅给了蓝战显赫的家世,出类拔萃的身高,俊美无仇的脸蛋不说,居然还给了他天赋一饼的小兄弟。 这尺寸也太吓人了吧。 女娲娘娘,你您老人家在造人的时候,还真的是有点偏心。 魏无羡仗着有自己的睡眠服,想说什么说什么,甚至还上手,把蓝战沉甸甸的物件甸了甸。 咦,什么情况? 长心里的物件,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长大,如同破土而出的竹笋一般,坚挺而茁壮。 斯密不为被心爱之人人如此把玩,蓝战的耳垂早已红得可以滴出血来。 这个蓝战也真是,这么大一个宝贝,偏偏还藏着椰掌,不让看。 对了,他有的东西我都有。 他没有的,我也没有。 以后睡觉怎么办,用手? 还是,用嘴。 或许,还可以。 魏无羡脑海里,浮现出一幅浮不可描述的画面,那都是他与蓝战之后的幸福生活。 就在魏无羡浮想连篇,就要付诸行动的时候,一阵急促又激烈的钟声传来。 仿佛有人在疯狂敲打。 蓝战眼底眉间的清浅桃色瞬间退去,眼神中一片清明。 这是,有敌人来侵犯的钟声。 咕苏蓝氏疯了吗? 大清早敲什么敲,又念了两把手里的东西,魏无羡才恋恋不舍地将它放下,帮蓝战把衣带整理好。 这钟声吉而不乱,应该是咕苏蓝氏的某种信号。 魏英,有敌来犯。 蓝战顾不得多做解释,整理了一下一衣衫,拿起避陈就匆匆离去。 云深不知处的入口,泽吴君带着蓝氏的弟子,沿阵一带,清冷的目光注视着眼前的温氏众人。 蓝宗主,听闻,你们姑苏蓝氏,有阴帖一块。 仙都想借回去玩赏几日,还望蓝宗主速速取来,我等也好回去跟仙都交差。 温絮趾高气扬地邪逆着眼前的乌合之众,直接没把姑苏蓝氏这一群文弱书生放在眼里。 阴帖,是我姑苏蓝氏的传家之宝。 仙都,一贯公私分明,断然做不出抢夺他人财务之事。 莫非,是有人趁仙都养伤之计,狐假虎威,假传圣旨。 温公子,切莫上了小人的当。 泽吴君不卑不抗,面对温氏的大军压境,依旧云淡风轻一副谦谦君子之风。 兄长蓝湛匆匆赶到,看到泽吴君以手工身行礼。 忘记,你回去带叔父他们逼入寒潭洞,以防万一。 兄长,大敌当前,我不能留你一个人面对。 正所谓仇人见面,分外眼红。 蓝湛想不到,众活仪式,依旧有温婿前来。 温婿,上一回,你死在避陈之下,这一次你也跑不了。 蓝宗主,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今日里,这阴田你给,我们大家相安无事。 你若是不给仙都面子,就不要怪我仙狠手辣。 温公子,你不要在这里瞧起豪夺,还打着仙都的旗号,给仙都丢脸。 就算是仙都,也要按修真戒的规矩来。 再说,仙都为了修真戒的安宁,斩杀妖兽不惜以身犯险。 温二公子,更是葬身在山腹之中,可谓赤条条来去吴牵挂。 好歹,还有个英勇献身的婢女陪他这。 如今,他们尸骨未寒,你就打着仙都的旗号,做打家结社之事, 岂不让仙都心寒,让温二公子死不瞑目。 温徐话音未落,就被一人接过话茶。 只见那人,身长玉丽,身着黑衣,脸上戴着一个十分丑陋的鬼王面具, 只露出眼睛和嘴巴。 这个人,从哪里冒出来的? 一众来世校府之中,就那么突然多出一个神秘的黑衣人, 手下这么多人,居然没看清他的身手。 恐怕这个人的修为,不在来世双臂之下。 这人不仅修为高失莫测,就连当日玄武洞中的情况都一清而楚, 甚至知道温潮的真正死因。 听起来是句句夸奖,只有知道真相的人明白, 这则字句句,皆是在打齐山温室的脸。 魏公子,你这是。 泽吾君看着突然冒出来的小家伙,勾吹一笑, 这个面具实在是丑得有些惨不忍睹。 泽吾君,我会拼死保卫姑苏兰氏, 却不能连累云梦僵士,只能出此下策。 蓝湛,不好意思,我来晚了。 我刚刚急着去叙叙来着,无妨,就知道你这个小金珠, 无缘无故地不会醒那么早。 在静视里的时候,为了哄怡灵老祖起床, 蓝湛每天都要与赖床不起的人斗之斗勇, 甚至都想直接扛着那个被子卷去蓝室。 泽吾君被魏吾献斗得哑然失笑, 这话风不要变得太快, 前一秒还是心思缜密。 顾全大局的少侠,下一秒,就嚷着刚刚去吁吁。 这个少年,果然是个妙人儿。 听学的少年们,得到消息匆匆赶来, 却被姑苏兰氏的弟子,以不安全为由, 将他们带到寒潭洞钻壁。 这是蓝老先生们吩咐, 如论如何也要保住这些仙门世家的未来。 江城四下打量,也没看到魏吾献的影子, 着急上火地在寒潭洞中来回踱步。 姐,也不知道魏吾献那个臭小子,死哪里去了? 阿诚,阿县做事很有分寸。 如今温室来袭, 则吾君没有遣他回来, 就说明阿县在哪里可以帮到蓝氏。 我们云梦将士与姑苏蓝氏素来交好, 比当尽一份绵薄之力。 江彦黎拉着自家弟弟的手, 示意他伤安无躁, 尽管其变。 蓝老先生撵着胡须静默不语, 看向江彦黎的眼神里, 多了这份赞赏之意。 鲜鲜若女子, 看起来闲静如水, 想不到却有如此胸襟。 云梦将士, 果然教子有方。 你是谁? 不要在这里,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 温须不耐烦地瞟了魏吾献一眼, 继续不可一世地鼻孔朝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